Hello 大家好 我是李梓敬 今天是2023年6月9日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幾件事 首先 撐警的TVB藝人楊明 之前因為不小心駕駛等罪名被判監18天 究竟他獄中的生活是怎樣的呢? 楊明又是怎樣應對那些對他落井孝石的小黃人呢? 另外 最近不少外國人士 包括殷子丹和梓敬 都被外國政客針對阻撓出席國際會議或活動 那他們下一個目標究竟是誰呢? 我們國家又應該怎樣應對呢? 在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在右下角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留言讚好和把這段影片廣傳出去 讓更多的市民可以了解一下 西方媒體不想你知道的真相 在反修例暴動期間 TVB藝人楊明因為高調發表支持警察言論 激怒黑暴 令他們破壞他的店舖 亦令小黃人對他懷恨在心 所以當他今年年初因為不小心駕駛等罪名 被判坐牢時 小黃人自然幸災樂禍對他說了很多難聽的話 究竟楊明怎樣應對呢? 首先說一下楊明的背景資料 楊明是在完成第十三期藝人訓練班後加入TVB 初出道已經在劇集《娛樂反斗星》中 透過雷霆一角但受歡迎 演技亦受到肯定 而他之後更加在單戀雙城、守業者、中間人等劇集 都有亮麗的表現 令他慢慢爬上TVB一線小生的位置 楊明除了公認、演技好之外 亦都很支持警察 在反修例暴動期間 他多次公開發表支持警察止暴制亂的言論 得罪了不少黃人和黑暴 令他名下的食店鄧養生 在2020年元旦當日被黑暴破壞 不過即使如此 楊明對支持警察都沒有後悔過 說即使他做黑衣都不會妥協 永遠支持香港警察 楊明的堅持感動了很多香港市民 大家身體力行去到他的餐廳鄧養生吃飯 令各間分店大排長龍 楊明之後在微博出post 說廣大市民支持他心意全數收到了 亦都要代保糧局多謝各位善掌人翁 因為這幾天他們等的二賣日 營業額會全數捐給保糧局 從這件事我們看得出 除了愛國支持警察之外 楊明亦是一個很有善心的藝人 不過再好的人有時都會犯錯 楊明2020年捲入交通意外 就被控不小心駕駛等罪名 最終去年年尾被判入獄18天 有關事件之後 公司可能都認為他應該過冷河 所以其實在官司進行期間的這兩年 他目前的機會都不是太多 不過其實既然他都已經為自己的行為負擔了法律責任 很應該給他多次機會 所以最近他就開始復出幕前 積極宣傳TVB的新劇一武傾成 楊明最近接受專訪時說 感激公司和劇集製作人黃禎 給他寶貴的機會 坦言說擔心自己會影響劇集的口碑 以及連累劇中其他演員受到負評 而對於自己有機會面對的負評 他反而很看得開 他說最深刻的都是出來的時候 有人在網上說他是監等 他繼續說我是經歷了這些懲罰 如果他們說了這句話 我覺得心涼和開心了 那就隨便他們說 控制不了別人說什麼 說這些是純攻擊沒有養分 也幫不了他日後的人生 他會很快就忘記了 而除了網上的攻擊 楊明更加說 他試過讓那幫小黃人當面叫監等 他就說他當時也是一笑自知 當然他亦有市民主動走過去說支持他 網上評論亦有好有壞 所以看看要記住哪些說話 面對這麼難聽的說話 楊明也可以這麼正面面對 EQ真是不錯 說到最難捱的日子 楊明說當然是那17天的鐵槍生涯 要面對未知的恐懼 他說自己在房間是24小時著燈 睡得不好 頭兩天超級不習慣 他就跟自己說 事情發生了 這些就是你的懲罰 不可以再沉淪下去 和轉牛角尖 要積極面對 既然最艱難的時間過了 之後的日子就要積極向前了 他還說會從錯誤中吸取教訓 將來不可以再行差答錯 希望將自身的經歷 和其他有困難的人士分享 傳遞正能量 楊明提到 由打官司去到入獄 歷史近三年 最感謝家人 女友莊斯明和公司 被問到有沒有擔心拖累女友 而閃過分手念頭時 他就說絕對沒有想過要分開 說這三年 莊斯明在前面幫他頂住 傳媒和評論 背後又在身邊支持 所以很感激女友 所以要照顧他下半生來報答他 事實上 絕世好女友 莊斯明在這段艱難的日子 一直對楊明不離不棄 風雨同路 所以對於男朋友 承諾照顧他的餘生 斯明也是甜絲絲說很感動 始終大家一起經歷了很多 現在一起可以重新出發 據了解 楊明現在暫時未有新的工作安排 對於之後的演藝人 他認為首要是要做好自己 保持良好的精神狀態和思維 至於有沒有想過轉行 他就說17歲就入TVB 入了公司25年 對他來說 公司是一個家 沒有想過離開 多謝公司對他不離不棄 說這是福氣 要加倍回報 他又說自己有點積蓄 這麼大個人有手有腳 不餓得死 先做好自己 而他亦說得出做得到 為一武傾城那部劇 落力健身減肥 打戲連場的他 還拍到輕微中暑 雖然辛苦 但他也有說笑話 相比打戲 更加怕拍藏氣 無論如何 無論如何 紫敬認識的楊明 是一個很努力 很肯學習 不斷要求進步的演員 而最重要的是他很有原則 即使面對攻擊和破壞 都堅持支持香港警察 既然他已經為自己的過失 負上了法律責任 希望TVB也可以給他機會 紫敬相信觀眾也會給他機會 至於那群落井下石的小黃人 真是很沒品 紫敬覺得TVB真的不用理他們怎麼想 因為他們是否只看ViuTV 不會看TVB 不如TVB顧下正常人的感受吧 紫敬絕對寧願看楊明 比看深美多多聲 說完楊明 跟大家說說APEC 亞太驚合組織峰會 由於我們中國的國力不斷壯大 威脅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 令他們處處針對我們國家 好像前幾年開始 美國就向我們開打貿易戰 增加關稅 封實華為中興這些中國企業 而香港作為國家的一部分 同樣受到打壓 美國假借國安法生效為名 制裁我們特區官員 退到最近他們更加變本加厲 連我們外國人士 出席外國會議或城市都被人阻撓 好像紫敬 和另一個立法會議員簡慧敏 原本莫邀在3月去英國 出席由英國議會舉辦的 西文紫研討會 但那群疑英皇人聽到後 就發動聯署 遊說當局不要邀請我們 最後他們的執行委員會 在今年1月 就以香港情況惡化為藉口 撤回對立法會的邀請 真的很離譜 事實上 自從國安法在香港實施後 已經由亂導致 黑暴消失 社會恢復鐵序 情況哪裏有惡化 改善了就真的 所以他們這樣做 明顯就是在抹黑我們香港 可能怕紫敬到英國會說一些不合理的事 除了紫敬之外 我們愛國影星恩子丹 在今年3月獲邀做頒獎嘉賓 出席第95屆奧斯卡頒獎典禮時 同樣受到打壓 在頒獎禮發生前 那群小黃人聯同外國勢力 搞聯署要求大會取消恩子丹出席頒獎禮的邀請 號稱有10萬人支持 幸好他們最後都不成功 奧斯卡保留了對恩子丹的邀請 但當恩子丹到美國時 最近捲入性騷擾醜聞的黃丹又想玩東西 在頒獎禮那天去到奧斯卡現場準備抗議 幸好當地警方特別加強了外圍戒備 奧斯卡周圍多條街道都被封鎖 最終他們二百多個示威者 只可以在旁邊網之外的十多米地方集會 非常沒趣 而繼梓敬和恩子丹之外 最近又有西方政客想阻撓我們愛國香港人出席國際活動 今次輪到誰呢 只不是我們被美國正在制裁的特首李家超 話說亞太驚合組織你的APEC 領導人峰會就會在今年11月在美國三藩市舉行 根據路透社報道 美國政府有意邀請特首李家超到當地出席峰會 不過四個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國會議員 就去信國務院反對 抹黑我們說由於壹傳媒的創辦人黎智英 天主教香港教區榮優主教陳日君書記 以及初選案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等等 正在受我們國家中國共產黨和他們在香港的代理人迫害 如果美國邀請一個受美國制裁的侵犯人權者 就形同在侮辱他們美國人 聯儲信還說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曾經按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 認定香港已失去高度自治 不再給香港特殊地位 所以如果邀請李家超出席APEC 幾乎重新承認香港及內地不同的經濟體 有違法安及布林肯當初的判斷 所以促請美國國務院放棄邀請李家超 以免向全球所謂的違反人權者釋放錯誤訊息 避免令中方在APEC有不成比例的代表單位 面對這個情況 美國國務院目前回應路透社時說 未就邀請名單有最後定案 而特首辦也有回應這個報道 強調李家超帶領香港特區 堅定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 是光明正大 理直氣壯 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官員 維護自身國家的國家安全 都是天經地義 應有之義 理所當然 特首辦又說李家超早前已說明 亞太京俠組織會議有自身規則和習慣 香港一直以中國香港名義參加會議 而中國香港亦是亞太京俠組織會議成員之一 組織者有責任發出邀請 香港特區亦會按照規則和習慣出席有關會議 而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亦就著這回應 他說亞太京俠組織有其組織規則 東道主有責任確保各個成員代表順利參會 既然今年APEC的東道主是美國 美國應該承諾履行東道主的責任 遵守APEC相關的規則和程序 為APEC成員代表去美國參會提供便利 中方相信美方會履行承諾 確保包括中國香港在內的APEC 所有成員代表順利參會 其實我們外交部和特首辦真的說得很對 這個APEC不是你們美國玩完的 你們只不過是今年的東道主 APEC是有它自己的規則 作為東道主 美國是有需要遵守的 如果你們不想李家超特首出席 不如你們交出主辦權才說吧 為了響應習近平主席的號召 向外界說好中國故事 我們一班兄弟姊妹 早前成立了一個中國故事國際輿論KOL聯盟 透過寫英文文章、Twitter或拍英文的YouTube 向外界展示我們國家和香港的真實一面 我們最近也作出了一些新嘗試 就是拍一些輕鬆一點、娛樂性豐富一點的片 一邊訪問一下香港的外國人 對不同事物的看法 也同時介紹一下我們香港的景點 如果大家都想看有關的片段 就按這裡免費訂閱我們中國故事的新頻道 再按這兩邊看看我們最新的兩條片 下次見 拜拜 那天啊 這次是師傅